佛教中所谓生死轮回 是说舍此运以复去他运 世间众生因造作善与不善诸夜而有夜报 此夜报有六个去处 被称为六道 六道是佛教根据夜报身所受福报大小来划分的 分别为天人道 阿修罗道 人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其中天人道 阿修罗道 人道为上三道 一称三善道 而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则为下三道 一称三恶道 由于篇幅的关系 本期视频先讲述一下上三道 而下三道将在下期视频中再做详解 一 天道 一称天人道 先道 天道众生便及玉界色界及无色界等三界 其中在玉界有六玉天 色界有四禅十八天 无色界有四天 总共二十八天 在天界的众生当中 玉界的六天还有男女之别 也有婚姻嫁娶 但是不像人间的男女关系 在四大王天之中 男女之间满足性欲的方式各不相同 刀利天是以气和和阴阳 燕摩天则只需互相靠近 都绿天借着互相牵手 画自在天 彼此深深对望 甚至短暂对视即可 而色界的众生则已经摆脱了对欲望的执着 只是尚未从形体的束缚中解脱 所以无论是居住的地方 或是本身的形体已经十分静妙 但是仍有形智 而他们与欲界众生最大的差异 是他们已经离了淫欲 只有清静微细的形色 所以他们已无男女之别 而以光明为他们的语言与实物 至于无色界的四天 更是超越了物质世界的存在 使夜离物质色响而修似无色定的 有情众生死后所生的天界 在这个天界里 自然没有男女相之别 天人们所过的生活 在过去现在因果经中 有着迷人的形容 例如他们的身体极为清静 不受尘垢染污 就像琉璃一样充满着光明 两眼更是清澈明亮 只要心有所想 就能心想事成 因而心态上能时常保持欢乐事意 平日更以天乐青阳作为娱乐 乃至饮食衣物 就似魔术幻化一样 只要心念一动 就应念而至 据说阿修罗道中 有一棵如意果树 树根及树身在阿修罗道世界 树顶却延伸至天界之中 三十三天的友情 可以尽情享用这树所结的果实 但阿修罗众生却无法享受果实 所以便十分妒忌 阿修罗本来就是 度心及称心极强的友情 他们不甘天界众生坐享其成 所以便会常常以斧头砍断如意树 以令大家都没好处 但天界的众生只需由上洒下一种甘露 如意树便会马上复活 使得阿修罗更加生气和妒忌 同时 天道中的友情 垂涎于阿修罗的女色 时常抢夺阿修罗女 在临终前 一项身放光明 香气及极为洁净的天界众生 开始流汗发臭 光明先退 衣服变得肮脏 而且会坐立不安 此时他们的亲友都各自离去 留下他们孤独的等死 但天界众生的寿量很长 即使弥留的时间也有几千年之久 令他们徒增痛苦 又由于天界众生神通广大 能预知下生去处 便更加心生幽七 为什么他们预知去处便很忧心呢 因为天界伏报太大了 往往把转生其中的友情之一切善业利用光了 只余下未报的恶业 所以下生去处多为三恶道 二 阿修罗道 亦称魔道 阿修罗道众生专指那些具有天人的福德 但因遇到的缘不善 心染污种种不善 造作种种不善业的众生 特别是那些虔诚信佛 但因遇到被五阴魔附体的邪师说法悟行模型的人 阿修罗女表法刀利天以上众生 不造作只有阿修罗道众生才造作的种种恶业 其中就包括魔形猪业 刀利天人因尚未断除对欲的贪拙 因此常常在贪念的驱使下试图造作恶业 此时他过去造作善业所留下的业力 会与贪念形成的恶业业力发生争斗 这就是第十天带着夜叉天重及刀利天重 与众阿修罗大战的真实含义 由于夜魔天众生能以正念和戒律条服贪念 所以不会由于他念造作种种恶业 也就没有恶业业力在身 所以佛说夜魔天人从不与阿修罗争斗 阿修罗另被称为不饮酒神 居住在海底的阿修罗原本是很爱喝酒的 但是因为他们喝的是由海水酿成的酒 总是味道咸苦 所以一气之下就发誓再也不喝酒了 饮酒代表吃 吃就是沉迷一种业不出离 比如沉迷电子游戏 沉迷画画 沉迷收藏就是吃醒 由于阿修罗是造作恶业的原天人 所以他的福德暂时还在 而阿修罗的业都是相当严重的恶业 也就是海底的咸水 沉迷恶习会与他原有的福德产生抵触 令他感到难过 所以阿修罗从此不再饮酒 转生到阿修罗道者 叶因差别经详细罗列出十项叶因 包括身形微恶 口形微恶 意形微恶 起焦慢 起我慢 起增上慢 起大慢 起邪慢 起慢慢与回诸上根 因叶力的牵引 阿修罗再次转生可分为 胎生 卵生 失生 化生四种 卵生者身在轨道 能以其威力 展现神通入空中 胎生者身在人道 投生的原因是原本在天道中 却由于降德而遭贬缀 失生者身在畜生道 驻于水血口 招游虚空 目归水素 化生者身在天道 也就是得欲大善缘中途悔悟的阿修罗 据观佛三昧经说 世界刚刚形成山海大地时 光阴天上贪玩的仙人便到人间游戏 其中一位仙人在大海洗浴时 因水惊入身而生一肉卵 此肉卵经八千年后 终于生出一个女怪 身长有如须弥山 具有一千只眼 二十四足 头 口与手术皆为九百九十九 样貌好不害人 即为阿修罗十足 女怪产下一男怪名叫皮魔智多 因有无比威力可自由来去天上人间 所以在看到天人身旁 皆有无数美女环绕后 也想娶妻 女怪便替其子向美观群方的 干踏婆女求婚 结果干踏婆欣然同意婚事 于是阿修罗一族日渐凡胜 皮魔智多风情万种的女儿 使得已有妻妾亿万的天界地势为之清新 娶为嫔妃 不料帝氏婚后喜心厌旧 阿修罗女将委屈告知父亲 引发前所未有的异常大战 阿修罗将帝氏所居的须弥山团团围住 千军一发之时 帝氏想到佛曾说若遇大难 只要念般若波罗秘咒 便能破解鬼兵 果然易持咒 空中忽然飞出四只大刀轮 几乎消尽阿修罗王的手足 幸好顿入偶孔方避过此难 但是元气大伤难以复仇 然而天人与阿修罗的战争 并未自此画下修指符 在经过多年后 帝氏又爱上一位罗侯罗阿修罗的女儿 便命天界乐神代聘礼 透过歌曲威胁力 帝氏又罗侯罗应诺婚事 不料罗侯罗因气愤帝氏欺人太甚 不但将恶神驱逐出宫 并立刻发兵攻打天人 就在骁勇善战的阿修罗攻下天宫时 帝氏又一起上次的神咒 于是阿修罗军被杀得节节败退 只好退入莲藏朵 就在帝氏掳走了全部的阿修罗女后 罗侯罗派出一位使者前往谈判 指出帝氏身为佛弟子 不应犯戒偷盗 双方几经谈判最后达成数项协议 帝氏承认犯下偷盗戒 愿归还阿修罗女 并赠送天上甘露 阿修罗则将爱女献与帝氏 并自愿受持三规五戒 成为佛弟子 此战终于圆满落幕 在天界与魔戒的战争中 有一位阿修罗王与帝氏作战时 因首能执日月 仗必齐光 而被称为罗洞罗阿修罗 罗洞罗一级战月 他有以守战日月 形成日月时的威力 使因他过去升为婆罗门时 见到大火烧塔 灭火而使塔不坏 而以此救塔之福德为因 愿得大身 然虽有此愿 仍不信正法 长爱斗战 故死后堕入阿修罗道 三 人道 依照佛经说法 人分别居住在东圣神州 犀牛鹤州 南瞻部州 北巨卢州等四周 在长阿寒经中叙述道 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 四周有七金山围绕 七金山之外 则是浩瀚无边的咸海 四大洲即分散在此 四周中居住着不同的人类 之间完全隔绝 互不相通 而我们一级地球上的人类 则是居住在南瞻部州 又名言浮体 四大部州的叙述 散见于长阿寒经 楼探经 历史论 聚舍论 造天地经等经典中 四大部州各有特点 例如犀牛鹤州则为多牛 多阳 多猪狱等特点 东圣神州的特色则是土地极广 极大 极妙 所谓极妙是指土地肥沃 而北巨卢州的人没有肤色差异 以及种族优劣之别 甚至也没有忧悲提枯 但这里是佛法中视为八难之一的地方 因为这里只有纯物欲的享受 而缺乏崇高的精神生活 而我们南瞻不周的人 最大的特点 则是有无数的欲望 所以能造作种种善恶夜行 但也由于具有思维能力 惭愧心 所以 能够修行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因为人类具有意念 泛行 勇猛心三种特性 行诸于外的则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宁可牺牲自己 可以忍受各种苦的意志力 勇猛心则是展现出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难受能受的菩萨道精神 在六道中 众生是不断在天道与地狱道之间轮回的 一旦堕入地狱 需要花费无量节的时间 才能勉强的入畜生道 在畜生道遇到恶元 造作恶业 还有可能再次回到地狱道 偶尔才能有机会得生人参 即使这样也因为根性差而不闻法不见佛 一旦遇到恶元造作恶业 很可能又回到地狱去了 所以 涅槃经卷三十二有言 人参难得 如忧昙花 好不容易才得人参 如果不听经文法 依法奉行 断恶修善 开诸智慧 则难免会再次堕入三恶道重新受苦 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 面对世界人口不断增加的事实 以全球人口来说 目前已超过五十亿人 不免要问 人生会难得吗 事实上 若从六道众生来看 要投身为人还真是不容易 在《中阿寒经》中有一个故事 辟育投身为人的困难 如同有一只虾龟在茫茫汪洋中 要刚好遇上一块浮沫 这块浮沫上必须又恰好有一个小孔 这样的机会已是少之又少 而这只海龟的头又要恰好从浮沫孔伸出来 这样的机会真可说是难上加难 经典中便以此来形容人生之难得 那么如何才能投身为人呢 据诚实论六叶品指出 投身人道的众生 是因为过去生曾造作了人道的业 关于受生人间的业因 在《杂阿寒经》卷三十七提到 若行不善业则生地狱 后若转生人中则受诸难 又若行实善业则得生天上 后若转生人中可免诸难 所以 法华文句说道 五戒为人 实善生天 过去生若能遵守五戒 终生奉行 来生可得人去之果报 六道的真实情形甚深 难以详尽言说 佛教通过种种辟语 让大众对六道的各种乐与苦 有一个直观感受 为如何能够离苦得乐指引方向 而智者则由辟语得佛甚深真实意 成就大悲心 救度众生永离烦恼生死 常祝快乐微妙真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